台南安平沿岸景色優美 更有許多秘境隱藏其中 市政府为了推行轻旅行观光 特别在当地设立三处观光脚踏车租用站 市议员李文正确指出 当地业者生意因此大受影响 像你做这种工作 这损人不利己 那不必定 你就要让大家有行李筒做 有钱人谈 那就表示观光客来嘛 当然如果政府去做这种东西 当然我们是开政府的经费 开政府的无数 虽然是让大家很方便 没错 但是我们毕竟就要骗很多经费 基本上来说 我真反对政府去做这种东西 这是含民间在赠利 官旅局观光技术科代理科长蔡宜宏表示 自从三月开办以来 平均每日脚踏车租借率高达八成 暑期更是一天有180多台的周转率 目前因市营运的关系 免收费来收集租借资讯 未来以拟定其费用 是非误人采入之意 这个部分我们也充分的了解这个状况 那我们也会持续跟业者来做沟通 等到我们收费方法定出来之后 就会开始收费 那后续我们也在思考 是不是就是委外给民间业者来经营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与民间共同来合作这个案子 所以对于业者的影响应该是有限 蔡宜宏进一步说明 未来若你好像关租借费用 会思考后续是否委外给民间办理 但由此案可知 拟定政策时 因与当地做进一步的沟通 才不会使原本的美意 变成恼人又扰民的麻烦 记者杨宁芷 王岐勋 台南报导